假如真的我只有給廠商 一千五百萬一年的租金 明天就去切副 天龍市長謝國良 用生命做擔保 向大眾澄清 市府一年不只收廠商 一千五百萬元租金 他更將矛頭指向 內政部長林又昌 他們不斷故意的去餵 所以見價偽商 仿佛是一個標籤 你們這樣很丟臉 很不應該啦 很賤償的啦 十九號一早先到台北 開了記者會 晚上再開直播 控訴林又昌及綠營抹黑 並將破口對準 民進黨議會黨團 謝國良澄清 東岸廣場租金 是固定權利金一千五百萬 還要加上變動權利金 土地租金及媒體通路回饋 合計六千七百七十五萬 直接開直播 謾罵 對於金融市議會的尊重 到底在哪裡 遭綠營質疑 為何與微風一千二十年長約 謝國良說 促餐案許可年限是十二年 表示林又昌 拿他任內修的法案來攻擊 這個是你們修 然後你們拿你們修的東西 來扛我 然後來攻擊我說 我真的覺得你們蠻無恥的 深夜臉書開直播 批評民進黨議會黨團 更槓上前市長林又昌 有民眾看到都覺得說 這個謝國良市長是不是瘋了 是喝醉酒的 身為一個基隆市的市長 這樣子真的是有一點失格 說實在覺得還蠻丟臉的 現任基隆市長和前朝 你一言我一語隔空交戰 藍綠兩檔 獲利全開 3D新聞林俊華 去到雲基隆 採訪報導 好 好